大家好,我是劉 現在有在拍了 拍了拍了 好,開始了 今天我們要去哪裡? 福士山 河口湖 然後要住在河口湖的湖邊 對,我們也沒有 就是住在富士山 這麼近富士山的地方過 聽說就可以看到 很大的富士山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次去的是Yuma找的 在日本各個網站 拍名都很厲害的酒店 那就要給大家看一下 有名的日式旅館是長什麼樣子的 行きましょう 這次我們是開車去 相機先生也在 那邊那邊那邊 所以我們要開多久 三個小時 哇,你們會幫我開車嗎? 不會啊,慢慢的開 好啦,我就一個人開車三個小時 走吧 那邊,我很會開車 那邊開車 就好,發我喔 稍為細工人 好像是過一半 或者是有小孩 那邊開車 就好不葬 對方 做得了 但我們要靠近的是 哇這裡有很多很多的hotel 那我們要住的應該就是那一家的 我有看照片看到 他有停車場 不曉得我們先隨便開進去 我們的富士山其實是在這個前面 現在看不到 只看錯 富士山 這個人 笑欸 帶瘋子來富士山玩 可惜欸 前面其實呢 很大片都是富士山其實可以看到的 今天剛好那個雲很厚 雖然天氣是很好的 沒有雲的話是長這個樣子的 你看 上次我朋友有拍 好美喔 好日式 我們一進來他們就會跟我們鞠躬是不是 對 很整齊 哇它裡面好漂亮喔 你看這是它的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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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裡很舒服的感覺 你看 很舒服的感覺 你看 越式的 超有feu的 外面這個庭院很漂亮 哇 濃郁的抹茶欸 好喝欸苦苦的 期待他的房間長什麼樣子 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這裡的價格呢 我們現在五個人住一間房間 一個人是兩萬八千日比 所以其實還蠻貴的 算是高級 很高級的 一個很奢侈的體驗 對 庭院超漂亮的這個 哇 他還有 裡面還有神社 小神社耶 哇 哇 這是吃晚餐的地方 Sharakute 幾次嗎 4次 謝謝 謝謝 歡迎光臨 耶 早早早早早 早早早早 歡迎來到我們的富士山河口湖的五不雅房間 那我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房間有什麼特別的 首先呢 我們剛剛進來的時候店員真的很親切 他就直接把我的鞋子已經收在裡面了 有送我們富士水 這是可以免費喝的 對 啤酒咧 啤酒沒有 欸 等等 零食 他有給零食耶 你看 嘿嘿 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吃 現在先冰他 先冰他 先冰他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房間 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大 是日式的 我們RyuTV是有拍過很多這種 類似的房間 通常都會有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很大的桌子 然後有這種做地板的 這種感覺 然後地板的是榻榻米的 又是日式的嘛 那今天這裡呢 非常特別的就是 我們的眼前這裡就是 河口湖 對面就是富士山 嗯 只是非常可惜 今天沒有不好看到富士山 所以呢 我們就讓大家腦補一下好了 這裡 那裡 是富士山 嗯 好漂亮喔 在他這個 格子裡面會是什麼東西 喔 這可以放長東西嗎 欸 有一個花瓶 藝術品 不可以偷囉 這個不能偷 感覺很貴耶 為什麼會有一個花瓶放在這個櫃子裡面 這什麼啊 欸 喔 它電視可以這樣藏起來 喔 好特別喔 電視要藏起來的 然後這是我們的睡房吧 嗯 大家現在看到沒有床 可是 這個床呢 這種日式旅館呢 他們是這樣子的 我們去吃飯的時候 他們就會 有人來這裡房間幫你鋪床 像我們五個人 他們就會幫我們鋪 五張床這樣子 就是那種 布団 嗯 還有一個小空間 小課題 可以一邊看富士山一邊 喝酒的 對 這裡也是有個電視 嘿嘿嘿 欸這裡很不錯耶 很適合大家一起住的 對對對對對 對 可以在這裡喝酒 來我們 Yuma 看廁所囉 好 廁所跟浴室 它廁所剛剛偷瞄 它是在這裡 來Yuma 妳打開一下 打開一下 這個是廁所嗎 阿呀 啊~~ 突起的大成功 我知道 我知道裡面有他 可是 嚇到了他的聲音啊 這像麻醋沒有自動的嗎 麻醋不是自動的喔 這是手動的 進去 它不必跟我打招呼 是嗎 嗯 不是自動的 這是什麼 這是浴室嗎 哇 頭到喔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 雖然我們設定的房間沒有敷那個溫泉的 露天沒有露天溫泉 嗯 可是還是可以在裡面泡澡 對啊 還是可以泡澡就對了 嗯 很可惜不能拍這裡的露天 欸 帶漁古酒咯 對啊 那裡有很大的玻璃 然後可以看富士山的 給大家看照片 它有不同顏色的牙刷啊 這樣子呢我們可以知道自己用的是哪一支 這是浴衣 它浴衣是長什麼樣子的 漂亮嗎 它說很簡單的 上面下面分開的 哦 是這樣子的 女生的話是這樣子的 然後 哦 簡單的 簡單的寓 哇 可以吧 我開車的熱 快點 冷眼 怎麼啦 好亮哦 joy 好亮哦 我們的房間叫月 是個室的耶 個室 是個室的 那我們要打開囉 有牌加整個嗎 前菜嗎 這個是安南鍋的壽司 切子 切子壽司 菜單 乾杯 哇 它的飯是那個耶 安南鍋味 甜甜的 喔 好吃 Rashimi來了 然後呢 你看前面這個白蘿蔔是什麼形狀 富士山 這是魷魚嗎 魷魚 然後後面是鮪魚嘛 前面這個是Kampachi Kampachi 然後再配它這個自家製的醬油 自己做的醬油 他們家做的醬油 是 YouTuber很辛苦要這樣自己拍 你要拍嗎 YouTuber 嗯 來了我們的牛肉今天的主餐是 這一個是 欸這個是牛肉 而且他是 我們三里縣這裡的黑毛和牛 就感覺很厲害 除了牛肉之外呢 這裡還有豬肉 對這兩種肉可以吃這樣子 Eh可以Alright 他剛只有這個牛肉呢 你只要shab pueblo3次就可以吃 就是刷刷刷就可以馬上吃 就不用全熟 但是這個豬肉就要泡久一點 還有很特別的是它說這裡的菜呢 因為是新鮮的 所以就不是說菜是先丟進去煮的 菜也是 就刷刷刷就可以吃了 好大片喔 1 2 3 這樣子嗎 哇 哇 它的油很厲害 你看 怎麼樣 好軟喔 好軟 好軟 很高級的味道 還有不吃酸的味道 你有沒有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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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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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那個阿姨她說什麼她們聽不懂 我叫她們翻譯一次 聽不懂 好嗎… 歡迎你們來到… 禮館 今天聽說是… 有人生氣是不是 生氣快樂 生氣快樂 很難得有這種機會就是旅行跟生日在一起 真的是謝謝你們來到本館 怎麼樣 用茶好不好吃 今天雖然這個富士山只能夠看到一點點 不過有看到就好 是不是是你嗎 對…那位 哇 驚訝 祝賞 祝賞 謝謝 她的帽子是富士山 這裡的富士山 祝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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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洗完澡回來了 老婆 嗯 女人就是這樣子喔 來旅行呢 都不會忘記帶面膜 準備睡覺了 這個旅館真的非常棒 剛剛我們去泡溫泉的時候呢 玻璃瓦斯蠻大片的 所以想說 明天早上如果去泡溫泉的話 應該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富士山 這樣子一邊泡著一邊上溫泉 不是 一邊泡著一邊上溫泉 一邊泡著一邊上富士山 晚餐剛剛也非常好吃 那我們就 先跟大家說晚安 明天早上見啦 各位 早安睡醒了 然後 今天的富士山非常非常的漂亮 帶大家去看一下 在富士山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喝 富士山 好美喔 兩顆富士山 兩顆富士山 哇 今天的天氣跟昨天完全不一樣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富士山 而且還有它的倒影 超美的 哇 這個景色 終於知道這家旅館它是跪在哪裡了各位 就是跪在這幅畫 對 因為它這個河口湖 跟富士山 你可以一起看到的同時 它還有這個倒影 所以 你這樣子用肉眼呢 簡直就看到 像一幅畫一樣的美麗 從這裡看的話 就像看一幅畫 這樣子 哇 哇 好吃耶 烤鮭魚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富士山之旅 現在呢 富士山已經看不見了 對 他只有在早上出來 誰在這裡耶 是不是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掰掰 以後要再來日本玩喔 來拍他一下 我的高中同學 沒有看到 你看Ryu會這麼怪 就是因為被他影響的 可是他帶壞我的 我以前是很乖的學生 跟這種人在一起就會 就會這樣子 我是被他影響的 不要這樣 我不想影響 好啦掰掰 還有 按這裡 按這裡 或者是按這裡 按這裡 沒有按這裡 按這裡 不要按這裡 按上面 按上面 按這裡 按這裡 按這裡唷 按這裡呢 哪裡有這麼長 按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